首先的话还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就是昨天讲的一些新东西啊 昨天的话我们就讲了应该是两个动画是吧 两种动画形式啊 一个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什么穿C型动画 这个动画是什么呢 是过渡动画 过渡动画的是什么呢 需要有一个触发啊 有两个状态 然后有一个触发的一个机制来怎么样 导致它产生动画是吧 那么我们要定义两个状态啊 一般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是起始状态 一个是hover的状态是吧 通过hover来触发这两个什么呢 产生动画啊 那么这两个状态之间的样式不一样是吧 那么它在样式不同的地方来做动画啊 这是关于Trancision动画啊 Trancision动画实际上就是设置这几个 这几个属性就可以了是吧 一个是在哪个上面做动画 是这样的 哪个属性上做动画 如果这个属性的话 我们不想具体写的话 直接写一个all就行了是吧 写一个all的话 那么相当于在所有变化的属性上做动画 然后是一个动画的时间是吧 然后再是一个动画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运动的方式 那么有什么呢 匀速和缓冲运动 是这样的啊 匀速和缓冲运动啊 然后的话 这就是关于动画的这个什么 呃 这个延迟是吧 动画的延迟啊 好 那么这几个属性就可以做这种过度动画 还有一种动画形式呢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animation动画 这个是什么呢 属于关键针动画是吧 关键针动画的话 不需要什么过度的 我们是直接把这个动画设置出来 然后给一个元素 那么它就有动画了 是这样的啊 关键针动画的话 用什么 add keyframes来定义 是不是这样的啊 add keyframes来定义啊 那么的话 呃 这个的话 定义一个动画的运动形式 实际上也是属性的变化 是不是这样的啊 属性的变化完之后 然后把这个动画通过 这个animation的这个属性 给到这个什么呢 元素就可以了 这个名称就是对应的 它一定的名称 是吧 然后这个动画的话 也有这么多属性 是吧 名称 然后是动画时间 动画的曲线 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动画的延迟啊 还有一个是动画的这个次数 是吧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次数 设置为无限制的话 可以怎么样 动画就一直动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动画的这个方向 什么意思 就是说动画在完成的 动画在结束状态之后 是否原路返回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设置为这个 alternator的话 它可以什么 原路返回 是吧 然后动画就是一个 呃 持续的连续的 什么 这个动画啊 啊 这是关于这个animation 这个动画啊 那么这两个动画的话 如果说没有我们的变形的话 动画只能做到什么呢 元素的大小 是吧 大小的变化 位置的变化 颜色的变化 以及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透明度的变化 或者圆角的变化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让元素怎么样 进行其他的这个变化的话 还做不到 是吧 比如说我们想让元素旋转啊 是吧 或者是什么呢 啊 主要是旋转啊 主要是旋转 或者是什么 还有斜切啊 缩放啊 是吧 位移啊 位移可以用什么定位来做啊 那么如果想做到这种效果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还需要用到什么呢 元素的这个变形 是这样的啊 啊 变形的话 元素变形是一个大的这个属性 是transform属性 是吧 transform属性里面 那么包括这些变形 是吧 主要是四类变形啊 一个是什么 位移 收放 是吧 旋转和斜切啊 这么四类变形啊 那么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旋转 是吧 旋转这个旋转的这个变化的话 那么默认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Z轴旋转 是吧 Z轴旋转的话 相当于还是一个平面里面转 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我们想做到这种 类似于三维方向的旋转 然后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还需要什么 X轴和Y轴的旋转 是不是啊 X轴和Y轴旋转的话 就类似于什么 可以做到三维的效果 但是我们要做三维效果怎么样 还需要借助一个 perspective属性吧 设置一个透视距离 那么这个元素才有一个三维的感觉 是吧 那么就是说元素旋转的时候 离我们近的这一块 是吧 有一块旋转之后 离我们越来越近 它应该变大一点 是这样的啊 离我们远的那一块应该什么 应该变小 是这样的啊 才能体验出一个什么呢 这个透视的效果 是吧 那么透视的话 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个transform时代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和它一起设置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设置方法啊 让元素按照3D的空间显示啊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变形啊 变形的话 如果要做动画的话怎么样 还得借助于translation 或者是animation 是吧 那么这只是一个静态的 什么设置的一个效果啊 设置一个静态的效果啊 这是关于transform啊 transform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可以设置这个变换的 这个中心点 是吧 默认的是什么呢 就是元素的正中心啊 那么通过这个可以设置 这个变形的这个中心点啊 可以改变它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元素在旋转的时候啊 如果转180度 这个背面就对着我们 是这样的啊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属性设置 它的背面是否可见 是吧 默认是可见的啊 默认是可见的 那么如果设置为 这个设置为heathen的话 就不可见啊 好 这是关于 大概的关于这个 我们昨天学的这个 呃 两个动画和一个变形 是这样的啊 两个动画和一个变形啊 好 那么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暂时略过了 我们就直接讲到了这个 讲到了关于H5和C3的一个 做移动单布局的一个 这方面的知识啊 这一块的话 应该属于我们这H5和C3的一个重点 是吧 那么如何做H5的这个页面 是吧 如果做H5的页面 也是做H5页面的布局 是吧 那么H5的页面昨天还忘说了 是吧 我们H5的页面可以做的 放在APP里面 是吧 放在APP里面 实际上的话 H5的页面怎么样 在那个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 可以直接怎么样 用浏览器看吧 这也是一个 是吧 可以直接用浏览器看 也可以放在APP里面 那么实际上我们移动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叫什么 叫做微信是吧 微信里面那些应用 实际上也是用H5的页面做的 是吧 我们做完H5的页面 把它嵌入到微信里面去就行了 有没有 微信里面那些页面 全是用H5的页面做的 是吧 实际上的话 这个H5页面可以用在 几乎用在所有地方 是这样的 所有H5页面 还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的话 说到H5页面的话 我们就 今天都说到了 是关于H5的页面的什么呢 就是 这个H5页面也就是手机端的这个页面 是吧 它跟我们 电脑端的也叫PC端的页面 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昨天说了什么区别的 首先的话 它有一个四口的概念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四口 是吧 它这个页面不是直接在浏览器渲染 它是页面的话 先到四口渲染 渲染完之后怎么样 再把它什么呢 缩放到什么 这个手机屏幕上去啊 就是手机里面 有个四口的东西 是吧 有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四口的话 默认着它的大小呢 是什么呢 980 或者稍微大点的手机 是1024 是吧 那么我们的网页 现在它的这上面渲染 是吧 网页的话 先按980的这个 比如说有一个980 宽的一个浏览器 网页现在它上面渲染 是吧 这个过程是不缩放的 那么这渲染完之后 这个980的这个宽的 一个渲染的一个东西的话 怎么样 就固化完成一张图 然后整体放缩到什么呢 手机的一个屏幕上面去 是吧 手机屏幕上呢 比如说iPhone6的话 是375 是吧 那么相当于是980 说放到375 整体的放缩了吧 整体放缩之后怎么样 这个网页上的图片 如果放缩的话 还可以依稀的看到 是不是这样的 你文字的话放缩就不好了吧 比如说文字 比如说最小的文字 最方便看的文字 最小的就是12像素的 这个不能再小了 12像素实际上是最舒服的了 就是最小的了 再不能再更小了 是吧 假如我的网页上 有12像素的文字 再放出 放出到这里 那么肯定是 可能只有几个像素了 是吧 肯定是小于12了 或者是10像素 或者是8像素了 那样的话 肯定是不方便 我们阅读网页的吧 是吧 你要阅读网页文字 是很重要的 是吧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让它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结论之后 我们怎么解决的呢 我们就用什么 通过这个来设置室口 是吧 通过这个设置室口 就是让室口的 这个渲染的尺寸 一开始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设备尺寸 比如说这一步的话 我让这个室口 一开始的宽度 就等于375 是这样的 那么它就按照 375来渲染这个网页 那你说这个375 这个网页很宽 那渲染不了 是这样的 那么渲染不了 它就会出现横向滚动条吧 那么就让它出现横向滚动条 出现横向滚动条之后 那么这个 它是375 它是375 那么就1比1的放到 手机屏幕上去 是吧 是不是没有放缩了 是吧 那么你说 有手机滚动条 这个怎么办呢 有横向滚动条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自有解决方法 是吧 我们用其他的 适配的方案来解决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什么四口的概念啊 接着说到的是什么 Retina屏适配 是吧 我们的话 手机怎么样 我们大部分 很多人现在 已经用了苹果手机 都是属于Retina屏 是吧 Retina屏和普通屏的 区别是什么呢 它里面的这个像素点 物理像素点 就是发光点更小 那么我们普通的图像 在原来的 上面的显示的话 是1比1 一个图像的像素点 对应一个物理像素点 是吧 那么放到Retina屏上 之后的话 图像还是按照原来的大小显示 300就显示300 但是的话 我们的一个图像的像素点 就对应四个像素点 四个物理像素点 就导致什么样呢 导致一个结果 就好像图像被放放大了 是吧 导致图像好像被放大了 是吧 那过了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怎么 用大一倍的图像 大一倍的图像 然后用样式强势地把它 缩小到原来的一半 再放回到这个屏幕上 那么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方法来解决 Retina屏的 是吧 那么有同学会问 那普通手机呢 普通手机也是用这种方案 普通手机的话 也是统一的 一种统统 全部这种方案 是吧 普通手机上面的图像 也是放大一倍的缩小 原来一半 这么放的 是吧 那么这样解决了 这个Retina屏的问题 好 那么的话 如果是你图像的话 是怎么样 可以直接通过样式来收放 是吧 那么背景图怎么办呢 背景图的话 可以通过什么 外观的size 这个属性来设置 什么 把图像放缩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背景图 好 接着我们来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这个网页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 很宽的网页 虽然它三七五的 如果是三七五的 一个宽度的话 它这个网页 什么多栏排列的话 是排不下 排不下之后 我们就说到了什么 适配是吧 适配啊 适配的话 我们大家大概说了什么呢 说了几个适配方案 第一个是全适配方案 是吧 全适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网页 可以同时适配 PC端 平板 以及手机端 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适配方案的话 是用的响应式布局 响应式布局 加上少量的流体布局 是吧 流体布局 这是全适配 还有的话 是专门针对移动单的适配 是什么呢 就是用什么 两种方案 一种是流体布局 加什么 少量响应式 是吧 第二种方案是什么 基于REM的布局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今天会讲到 好 那么我们又说到了 关于流体布局的这个方案 流体布局的话 实际上是不什么 不是很神秘 是吧 它就是什么呢 用宽度 宽度方向的话 用百分比来做 是吧 用百分比来设置元素的宽度 是这样的 这就是流体布局 那么你流体布局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什么呢 这个边线的问题 是吧 边线怎么办呢 边线不能用百分比吧 是吧 边线有的是固定的 比如说两像素宽 或者一像素宽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是吧 有一个calculator 这个属性 是吧 它可以计算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25%的宽度 减去四个像素 是不是这样的 这种方案可以什么 这是一个比例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尺寸 它们两个之间 可以互相解 是吧 解完之后 可以这种特种方案 可以设置这个边框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这个核子的 尺寸计算方法 设置为Border Box 是吧 通过Border Box 3的属性 设置为Border Box 那么这个时候 盒子的这个Y 就是它的真实宽度 是不是这样的 盒子的Height 就是它的真实的高度 你设这个Border 设Panning 不会增加盒子的尺寸 有没有 是吧 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 是吧 好 这是说的流体布局 好 那么这个说的流体布局 流体布局打开一下 好 我们说的 昨天说的这个流体布局 是吧 流体布局 好 这个是流体布局 流体布局就是什么呢 用这个宽度 是吧 用宽度来设置元素的 什么呢 这个宽度 用百分比来设置元素的宽度 好 这是关于流体布局 那么的话 核子的话设置为Border Box 就是塞着Border Box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昨天我们还说到了什么呢 响应式布局 是吧 响应式布局 再打开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昨天说的响应式布局 它的主要的这个方法是用什么呢 媒体查询这个属性吧 媒体查询的话 它是什么原理呢 它可以感触到这个屏幕的这个变化 是吧 宽度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宽度如果是小于八百的话 它就让这个东西什么 起作用吧 是吧 然后比如说宽度是小于四百的时候 它让它起作用 这样的 然后它起作用的时候怎么样 由于它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权动的字一样的 所以说它可以怎么样 覆盖它吧 覆盖它的样式啊 从而形成的什么呢 在不同的屏幕的时候 使用不同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使用不同的样式啊 达到了这个响应式布局的这个目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响应式布局 是不是也用了流体布局的东西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流体布局啊 是不是流体布局啊 所以说我这个响应式布局不完全是响应式布局吧 我里面也用了流体布局的东西吧 是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是不是流体布局啊 是流体布局吧 所以说我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几个布局啊 流体布局 响应式布局 不是说一个页面就完全用一种布局做完 我们一个页面会用多种布局的 把它完成 明白没有 比如说我们一个页面会用到流体布局 还会用到响应式 可能还会用到什么 一言吧 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一个页面是结合多种布局方式来把它完成的 一般是这样做的 好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概是我们就是昨天说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接着昨天的往下面讲啊 关于这个流体适配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适配布局适配的一些知识啊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关于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基于REM的布局啊 这个布局的话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移动单比较什么呢应该属于什么高大上的一种布局啊 比较高大上的啊目前呢什么大网站比如说淘宝网啊那么它的移动端也是用了这种布局的方式啊 好啊那么的话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淘宝网是吧淘宝网的话我访问它的这个这个PC端是这样子的是吧 如果说我到它的移动端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到这个移动端啊移动端的来看一下啊 假设移动端的时候是这个吧是吧 应该说是这个假设我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就怎么样它会自动的跳到什么呢 是吧是不是移动端的啊 这是淘宝移动端的页面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样子啊这是淘宝移动端的页面啊 它也是用了什么REM的布局来做的啊 好那么的话所以说我们大的网站应该是这么做的是吧 这么做的就是我们PC端用一套页面是不是这样子啊 PC端用一套页面啊移动端用另外一套页面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平板是用的哪一套页面是吧 比如说iPad是吧看一下iPad啊 iPad的话它用的是 iPad用的是这个是吧用的是移动端的页面吧 是吧好如果是这个横向呢 这个 这个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横向的话它也用的是移动端的吧 好看一下 好吧啊 好这个是啊这个iPad应该是用的什么呢 PC端的啊我刷新一下啊 它没有跳是吧没有跳吧 好如果是这个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 好再刷新一下啊 好没有跳是吧 那么是这样的是吧 它的视频方还是这么做的是吧 就是PC端和什么 平板 用的是一套页面是吧 然后是如果是 手机端的话用的另外一套页面是吧 比如说这是iPhone6的话 再刷一下是吧 那么它自动跳到这个 这个这个页面吧 是吧 啊就是这个页面啊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也要做一个类似的这种页面啊 类似这种页面 就是大的网站的话 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是做这种什么 做两套页面啊 那么你说的话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 全适配的 比如说这个全适配的 它实际上是一套页面啊 全适配的话 那么的话 它一般是不是做在大网站上面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专题 做一个专题的话怎么样 它是同时要适配 PC端平板和移动端啊 这个时候的话是什么呢 做一个页面 做一套页面啊 只要做一套页面啊 那么这个全适配方案的话 我们后面什么呢 会结合一个 Bootstrap框架给大家讲的啊 Bootstrap框架啊 这个框架的话 目前也比较流行啊 也很多面试的时候 要要求用这个框架啊 我们会结合Bootstrap框架来 讲一个例子 就是做一个全适配的页面布局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说 那么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 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REM的布局 对吧 REM的布局啊 好再来看一下啊 基于REM的布局啊 好 那么REM的布局的话 首先的话 REM它是一个单位 它就是一个单位 那么这个单位的话怎么呢 那么了解这个REM的话 我们先了解REM单位啊 REM也是我们什么 做网页的一个单位啊 这个单位是干嘛的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 相对于我们什么呢 页面的什么 页面元素的文字代表来设置尺寸的啊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REM的单位啊 好 这个打开一下 这个是9片啊 好 如果我来新建一个页面啊 新建一个页面 然后是001啊 这个是EM啊 EM单位啊 好 这个EM单位的话 看一下啊 保存一下 好 那么的话 这里拿一个盒子是吧 BOX01吧 先拿一个盒子 BOX01啊 好 再拿一个盒子啊 好 点BOX02 BOX02 好 这两个盒子是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来给他们这个样式啊 给他们样式 好 那么首先的话 这个BOX01啊 这个BOX01的话 那么的话 假设说我来给它一个什么呢 我先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风的size 为什么要给这个呢 等下大家都知道了啊 富罗赛假设说是10px啊 10px这样子啊 好 然后的话 富罗赛给完之后 我就可以给什么呢 用EM的单位来写啊 EM单位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Y是假设说是什么呢 10 比如说是20EM吧 20EM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高度的话就是什么呢 假设说是10EM 是这样的 好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效果啊 这是BOX01啊 好 BOX02的话 那么我们BOX01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给它一个color是什么呢 拿一个go的啊 好 BOX02来看一下啊 BOX02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02的话 那么我们来 假设说它的值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20px是吧 它的风作材质是20px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的效果啊 给它一个颜色 给它一个green吧 好 这两个盒子是吧 好 那么为了 让它分开的话 我们来个这个 换行啊 让它们分开啊 好 分开一下啊 分开一下 然后要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看一下 这两个盒子怎么样呢 它的宽度是多少呢 来看一下啊 它的宽度检查一下啊 它的宽度的话 是多少呢 好 这边 好 我们有时候想看这个元素 如果不点右键的话 不点这个右键检查的话 可以 可以怎么做呢 点这个按钮是吧 点这个按钮 然后点下它啊 这样也行是吧 点下它啊 看一下这个盒子的大小啊 这盒子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 它是不是两百四乘一百二啊 两百四乘一百 两百四乘一百二是吧 好 看一下啊 两百四乘一百二 这个应该是尺寸不对啊 两百四乘一百二 二十乘一百二 两百四乘一百二 二十乘二 二十乘二 好 好 这应该是这个Chrome升级之后有问题啊 Chrome升级之后有问题啊 两百四乘一百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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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的话这个 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大小是 这个大小看多少啊 这个大小应该是 400乘200啊 400乘200啊 好 我知道这个问题了 知道这个问题了 好 那么我刚才把自己设了一个坑啊 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啊 挖了一个坑是什么呢 挖了一个坑啊 我刚才挖了一个坑是什么呢 这个峰的三次是十 是吧 那么它变成了两百四乘什么呢 乘以什么呢 这个两百四乘一百二啊 好 挖了一个什么坑呢 那么我们的chrome的什么呢 这个浏览器的最小文字大小是十二 最小文字大小是十二 明白没有 所以说我设到十的话 它不认 它还是认十二 明白没有 认十二的话 所以什么呢 它就变成两百四乘一百二了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个词就对了啊 假如说我这么设就清楚了啊 我这个假如设一个十 十五吧 这个二十啊 好 这个十五 这个二十 大家清楚了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就清楚了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色盒子 它的尺寸啊 它的尺寸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三百乘一百五啊 好 三百乘一百五的话 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二十乘以十五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三百啊 二十乘以十五 是不是三百啊 就是它的宽啊 就是它的宽啊 好 那么就是它的宽吧 就是三百吧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高度就是十乘以十五 是不是一百五啊 一百五啊 那么就是它的高度啊 就是它的高度 看见没有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这个绿色的盒子怎么样呢 它的大小是什么呢 它的大小就是什么 就是四百乘两百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四百乘两百就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二十乘以 这个二十是不是四百啊 好 这个十乘以二十是不是两百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就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一元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相对于自身的文字大小啊 相对于自身的文字大小啊 来设置这个什么呢 尺寸啊 所以说 我们这个元素 如果说 它的自身的文字大小不一样 是吧 这两个盒子的文字大小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时候什么样 是不是它本的宽高 宽高是写的是一样的啊 比如这个盒子的宽是二十一元吧 这个盒子的宽 是不是也是二十一元呢 但是的话怎么样 它们显示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们的宽度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这个宽 乘以它自己的文字大小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的宽乘以它自己的文字大小啊 那么这就是盒子的什么呢 这个大小啊 这个是EM的单位啊 那么EM的单位的话 在这里的话 一般比较少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什么EM 我写的是一样 但是算的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基准是不一样啊 基准都不一样啊 导致的话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不好写是吧 不好写啊 都是相对于自身的文字大小的啊 好 那么这就是关于EM的单位啊 EM的单位啊 刚刚我写的这个10PS的话怎么样呢 它不认 它还是认12是吧 12的话是什么 就是12乘以200 是不是240啊 12乘以10是不是120啊 所以这个原因啊 它的最小的文字大小是什么呢 是12啊 所以说我写10的话 它不认啊 好 这个原因 好 好 那么这么写12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还就是什么呢 240乘以什么120吧 好 这个好理解吧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EM单位啊 EM单位就是这样子 就是相对于自身的这个什么 相对于自身的这个 元素的什么呢 这个文字大小啊 自身的文字大小来设置这个EM 那么这个EM的话 一般在这里比较少用 一般我们用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这么用啊 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段落是吧 哪个段落吧 好 哪个段落 假如我拿一行文字啊 好 假如我拿一行文字 好 这个的话再来 关了啊 好 假如说我拿一行文字 假如我把这条文字拿过去是吧 拿过去啊 好 拿过去之后 然后的话我放到这里来啊 放这里来 比如说这个P是吧 好 P的话 假如说再来一段吧 是吧 好 这样的一个文字是吧 好 我这次设置P的什么呢 P的它的什么 假如风的size 假如说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20px是吧 20px啊 好 20px的时候 那么这个段落是这样子的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下面是不是有个段落啊 这个段落啊 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时候 我想设置什么呢 它首行说进两个字 是这样的啊 首行说进两个字啊 所以说进两个字的话 我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写什么呢 什么 text什么呢 indent吧 可以写什么呢 40吧 ps 是不是说进两个字啊 是这样子啊 那么我这个时候还可以写什么 写这个 2em 是不是也可以啊 在这里可以用一下 是吧 2em 是吧 那么是不是刚好两个字啊 刚好两个字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这是不是两个字啊 大概是两个字的大小吧 是吧 是不是两个字的大小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em的啊 那么em的单位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于自身的文字大小 来设置的这个单位 这是em 好 那么em大家清楚之后的话 我们就接着说什么呢 em em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这个啊 那么的话em就是什么呢 这是html的former size的大小啊 那么的话 所有元素是相对于这个统一标准来设置的啊 这个就比较好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m 好 比002 这个rem单位啊 好 那么em单位的话 因为大家后面会碰到 所以说给大家就是顺带的讲了一下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rem的话来看一下啊 好rem的话 那么还是刚才的两个盒子啊 假如说这还是这两个盒子 我们来放过来啊 把它放过来 放过来 放到这里来 是吧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rem是怎么设置的呢 它这么设置啊 好 把这个样式也拿过来啊 这两个样式拿过来 好 好 这个样式拿过来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就改成什么呢 rem是吧 rem啊 好 rem的话 那么这么写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写成rem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rem就不是相对于它了啊 这个rem也不相对于它了 它相对于哪一个呢 都相对于什么呢 这个html标签的它的phone size啊 假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设置一个phone size啊 比如说拿一个style等于phone size什么呢 拿一个假如20px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两个盒子怎么样 都是设置的这么多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啊 这个时候的话 它们的大小都是相等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相等的啊 都是相等的啊 相等的话 那么什么 我们的这个rem是不是有统一的参照啊 有统一的参照啊 都是参照这个什么呢 phone size20啊 phone size2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写多少怎么样呢 都是参照这个是吧 那么我们甚至于怎么样 还可以写其他的 比如说我写这个 我把这两个盒子怎么样 把它分开啊 分开之后 比如说我写它们的padding是不可以啊 marking是不可以啊 讲说marking啊 marking的话我写一个 写一个erem是不是可以啊 erem啊 erem的话 那么erem得多少呢 就等于20是吧 就20啊 就乘以它就行了啊 好 比如说这个也是erem是吧 好erem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这个间距是什么呢 是20是吧 20啊 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个marking marking的什么 合并吧 合并啊 好 这个时候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改变这个大小 是不是所有以erem为单位的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都改变了 比如说我这里改个30 那么这个时候erem是不是30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都都变了 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就都变了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核子的什么 宽也变了吗 高也变了吗 这个间距是不是也变了 间距数变成30啊 变成30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erem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作用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元素都以erem为单位 宽高可以 那么间距也行啊 各种单位只要用erem来做单位的时候 只要我们改变一个值怎么样 是不是所有的以及以这个单位为参照的怎么样 是不是都改变了啊 那么就是用这种原理来做的啊 好 那么的话你这个erem跟我们那个布局有什么 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布局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用rem来做啊 rem来做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啊 做一个例子 做一个rem布局的例子 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吧 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来做一个rem布局啊 rem布局的一个例子啊 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啊 html啊 好 那么的话存一下啊 存一下之后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那么的话这个rem布局是又要用到什么呢 在移动端吧 我们先拿一个meta是吧 然后是vp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什么呢 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顶部的一个什么呢 调吧 比如说再拿来一个dlv啊 比如说这个它是等于一个header是吧 它样式的一个header 比如说这是 这个是头部文字啊 头部文字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写它的样式是吧 写它的样式啊 好 写它什么样式呢 这个时候我来写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它的这个header是吧 好 因为body是不是有这个边间距啊 我把body的间距先给它清掉是吧 margin先给个0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然后啊 然后的话这个header是吧 header啊 header的话 那么我不写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啊 好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我先写一个高度给大家看一下啊 高度的话如果是先写一个固定值吧 是吧 固定值假如说是什么呢 呃100 或者是写个50吧 50px啊 好 然后的话它里面的background的color啊 给它一个gold是吧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整体的啊 这个文字给它聚中一下是吧 takes a line 给它来个center 好 然后line height给它来个50是吧 50px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这个fono side给它大一点吧 fono side给它来个20吧 20片20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一个顶部的这个布局啊 这个布局类似于什么 手机上的一个顶部的一个条吧 好 那么我们来把它在手机上看是吧 手机上看啊 好 手机上看的话这么看 那么把它调到什么呢 这个 这样一个布局的效果是吧 好 这个顶部的这个头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 我来改变这个宽度啊 改变这个宽度啊 假如100%的时候啊 好 如果说改变这个宽度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啊 看一下是哪个 然后说是这个 这种什么呢 这种样式吧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会调调样式啊 调调了这个宽度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整体的这个变化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顶部的这个条宽度是不是变了 宽度是在变吗 高度是不是固定的是吧 高度是固定的 如果说这个条这么看的话 是效果还可以是吧 如果说我把它拉宽的话 整体的是不是整体的宽度变宽了 高度是不是没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它怎么样 是不是有被压扁的这种感觉啊 按理来说的话 如果是宽和高同时什么 如果是同时变的话 是不是更好啊 宽和高同时变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拉宽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是等比放缩 这个效果是不是最好啊 如果是等比放缩 效果是不是最好 就是说宽度也变 这个高度也变高 宽度也变宽 这样的话才能做到什么 适配吧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个很窄的这个手机的话 一个小屏幕的手机 那么是这种效果 我如果在一个大屏幕的手机里面 你把整体的变宽 高度不变的话 这个是不是感觉它瞎扁啊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如果它整体的放缩 是不是效果是不是差不多啊 是吧 我变大的话 它整体都变大 是不是这个是最好的效果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R1的话 就想达到这种效果啊 那么你说这个高度 我也可以啊 我高度我不给什么呢 我高度我不给这个 不给这个固定值 我给一个百分比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高度我给个百分之十啊 这个也可以啊 是吧 这是不是可以啊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如果给个百分之十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是百分之十啊 好 高度如果是百分之十的话 来看一下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啊 这个高度啊 高度百分之十是吧 好 高度百分之十的时候 我来移动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没变化啊 是吧 是不是没变化 高度是不是没变化 高度你给百分之十的话 实际上这是一个固定值 它是按照什么 高度来算的吧 你高度有时候是定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高度是定的话 你这个什么 你拉的这个东西 没用是不是这样的啊 拉的这个高度是没用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宽度是在变吗 宽度是按照百分之来变 但是高度的话不好变化啊 所以用百分比的话 高度也不好做啊 高度也不好做 如果高度可以变化的话 那么就不用REM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REM来做就行了啊 那么我们整体的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来设置一个什么 这个上面的风的size啊 比如说这个时代等于什么 风的size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20PX是吧 如果是20PX 是这样的啊 20PX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来怎么样呢 高度啊 高度的话 我们假如是50的话 那么就是多少呢 就是 2.5REM吧 2.5REM 2.5REM 然后line height的话 也可以写成什么呢 2.5吧 2.5REM 好 2.5REM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你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是吧 做到这个什么 呃 这个 等比收放呢 是这样的啊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字体的话 总共来说啊 字体一般我们不设这个REM 啊 字体就多大就写多大 一般是这么做的啊 通过想一试来改啊 这个放一边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可不可以做到这个 整比收放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它反而也做不到啊 看见没有 是不是也做不到啊 为什么做不到啊 因为你这个 这个只是固定的嘛 这样呢 我宽度变了 它这个值固定了 那么这个值是不是固定的啊 如果宽度变的时候 这个值能等比的变 是不是就可以 等比收放啊 好 那么这个值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借助GS 借助GS来改变它的值啊 好 怎么借助GS呢 那么我们马上要学到GS啊 今天就直接用了啊 哪个GS呢 今天也发给大家了啊 发给大家 大家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移动页面项目目录里面啊 这个有个GS啊 这里面有个GS 然后有个set root啊 好 把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之后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上面来啊 放到我们的页面上面来啊 假设我这个里面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GS文件夹吧 新建一个GS文件夹啊 好 借助GS文件夹 好 然后把它拷贝进来啊 拷贝进来啊 大家今天直接用就行了啊 好 怎么用它呢 好 这是不是拷贝进来了啊 拷贝进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 我这个这个HTML的这个大点 风格下的得20呢 我就不管了 就把它删掉啊 删掉之后怎么样 我把这个件是引进来就可以了啊 引进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好 比如说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啊 GS怎么引进来呢 用这个script标签啊 把它引进来 然后是这个 先写一个script标签啊 然后的话 src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GS里面的这个什么 script标签点GS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script标签点GS 好 那么这么设置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什么呢 这个响应式啊 这种等比说法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啊 我在缩小的时候 这是不是整体的在变小啊 还有没有 我在放大的时候 它是不是整体在放大啊 是不是在放大 这是不是等比说法啊 好 它等比说法的原理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缩子晒子 是不是不停的在变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缩子晒子 是不是不停的在变了 好 那么刚好是什么呢 我调到iPhone6的时候啊 iPhone6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 它的大小刚好是20 是吧 20啊 如果说我 调到比iPhone6大的话 那么它就怎么样 它就比这个iPhone 就是20 21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21啊 好 如果是比它小的话 是怎么样啊 就是什么 15 看见没有 比如说比20小啊 那么的话 这个值变了 我们这里的写法不变 是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上面的这个风扇子 一变的话怎么样 我这所有的值都会变吧 这个值包括什么 这个值是不是都会变的 变的同时怎么样 我的持人是不是变了 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 是不是可以做到什么 等比放缩啊 等比放缩啊 好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一言布局的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原理啊 一言布局的原理 就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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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